胡队 胡队 胡局来了 小姐啊 胡局 小姐 老伟 最大你辛苦了啊 陪我喝杯茶好不好 好啊 小冬 胡局这次来什么意思 不知道 估计该宣布了吧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这次啊 胡队终于可以把代理两字给去了 对 可算是等到这一天了 待会儿他出来 咱们好好地给他庆祝庆祝 要不是 不 你什么意思啊 乌鸦嘴是不是 你赶紧给我呸呸呸 呸呸呸呸 把张森林案子给我拿完了 德强 一直让你代理精灵队 没情绪吧 我个人没情绪啊 就是底下人可能有点意见 什么意见 我觉得领导可能不信任我 或者觉得我能力不够 可不是啊 咱们主要是看成绩 但是今年咱们刑警队的破案率 截止到现在还不到百分之五十 怎么回事啊 吴决 您是老刑针了 那这个世界上 哪个国家都有破不了的案子 这不用我多说吧 我尽力了 我那帮兄弟也问心无愧啊 您知道我没嫌这样 这不刚追了两千多公里 才把这案子破了吗 是 那那些没破的案子 你打算怎么办 接着破呗 那要一时半会儿还破不了呢 破案这事 多少靠点运气 那有的时候碰上了 它就破了 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那么多案子 我们真的顾不过来呀 但是就这一番话 就我问你的这些话 就是今天我也问过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 是案子就得破了 后来我又问他 人缘少 任务重 压力大 精力照顾不过来怎么办啊 人家说 那还得玩命破呀 那破案是玩命的事吗 您说的这个干过刑警吗 派出所所长 怪不得这话说得那么严余呢 德强啊 在我们公安战线的刑警里 有很多人像你这么优秀 很有能力 但是就是干时间长了 身心疲倦了 换句话说吧 心如铁石了 吴绝 我记得 您当初跟我说过 心太乱干不了刑警啊 是 但是就是今天这个同志 让我看到了一种精神 看到了一种对职业的热爱 对刑侦事业 发自内心的那种强烈的热爱 我就是想试一试 看他能不能给我创造一个奇迹 您说的这位是 成东派出所所长顾铭 即将上任的刑警队长 怎么着 受打击了 您 给我派了一个外行 还 还让他当我的头啊 你这种心情啊 我可以理解 但是 现在刑警队 目前这种被动实验 非扭转过来 顾铭 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专业背景 但是他有强烈的破案意识 这么安排 确实有点委屈你 但是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说说 没想到没要求 就是 不知道怎么跟弟兄们解释 德强 这么多年我一直看好 可这几年 你虽然说没让我失望 但是也没给我什么惊喜 我这次把顾铭调了 就是希望你们俩 搞好团结 带好队伍 抓好班子 把咱们破案绿凸上来 我希望啊 用顾铭的那种热情 那种激情 把你原来的能力 原来的那种劲 给我代替 工作能不能干好 队伍能不能带好 取决于你们俩的配合 顾铭来了以后 他嫁远你拉套 但是咱把话说清楚 你可不许给我拉偏套 明白 我去怎么说 顾队 这转正了 什么时候请大家吃个饭 好啊 想吃什么呀 真的 什么时候真的宣布 应该快了吧 等新队长来上任那一天 我请大家跟新队长一块儿 崔潔的时候 还到如果基本上 外面是白医生 留住可以等一下 一块儿多 г兜 我找义 是啊 太棒了 你和我情相大的 这样 对不起 崔岑 等大牛 这人我听说过 最早是个工人 后来当兵 转业以后进的派出所 这不胡闹吗 人家当了三年派出所所长 辖区的案子全破了 案子和案子可不一样 这王大妈没了两只鸡 李大爷少了一只狗 这偷鸡摸狗的案子 谁破不了 让他破破咱刑警队 大案要案试试 这事上面已经定了 你们先出去吧 我 好啊 我都要看看 他能待多久 最近一段时间 社会上对我们警察 特别是对刑警 有些不满的情绪 案件大量的积压 特别是一些重特大案件 久针不破 群众看公安 关键看公安 下面呢 就请分局杜政委 宣布分局党委的决定 根据分局党委研究 上报局党委决定 由顾明同志 担任重川市江海分军刑侦大队长 下面欢迎顾明同志上台发言 顾明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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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 没 没有准备 也不知道要发言 领导也没说要发言 那个我我我顾明 承东派是左的 我也明白 领导把我调过来 当这个刑警队长 就是想让我多破案 破大案 破要案 尤其是命案 那么我在这儿 说八个字 命案必破 不破不休 不破不休 命案必破 顾明这个表态太过轻率了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简直是幼稚 我看呀 他就是想自端退伍 把每一次都当成对手一带 球机上 得机中 同志要的 就是这种态度